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以西节书的第38章 以西节书的第38章总共有23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外邦的国家联合起来攻击以色列 他们必遭到神的惩治 我们来把这一章分下堕落 我们将它分成五个小段 第一段是一到六节 神容许列邦联合起来攻击以色列 第二段是七到九节 列国攻击以色列的具体目标 第三段是十节到十三节 列国攻击以色列的意图和目的 第四段是十四节到十六节 外邦的仇敌入侵以色列的描述 第五段是十七节到二十三节 那攻击以色列的外邦国家必然灭亡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经文这样说 主耶和华说 我必命我的珠珊 发刀剑来攻击哥哥 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 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 我也必将暴雨 大宝与火并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 并他所率领的众民 我必显为大显为圣 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完了前面的以西节书的第37章 这章讲到了神的灵开启先知的眼睛 使他得以看见平原中枯干的骸骨得以复生的异象 这得以复生的枯干的骸骨 乃是象征和表明着被掳到外邦的 已经绝望了的以色列全家 神又借先知以行为掩饰的方式 来预告以色列家 无论是由北方的以法连支派所代表的众支派 以及南方以尤达支派为代表的神的子民 将会像两根杖一样连结成为一个 他们将要合一不再分开 而且将会有弥赛亚做他们的王 带给他们又平安又永恒又荣耀的治理 神必与以色列家立定平安的踊跃 神的圣索也要被设立在神的子民当中 我们说过第36章和第37章的内容 神很明显的是在借先知预言 我们所说的那一定会到来的千禧年国度的荣美光景 以色列地和其上的神的选民将会成为全地的中心 以及蒙福的核心 人们要透过以色列家来认识主耶和华神 但紧接着今天和明天我们所要读的 以色列国和周边的列国中将会发生怎样的事 按照38章39章的预言 神子民周边的国家将会再兴起攻击神子民的邪恶的力量 以哥格这个国家为首将会有众多的国家参与 结盟他们组成浩荡的大军要来吞灭以色列 所以从表面上38章39章似乎不是在讲神子民的复兴 重建和恢复这一主题 但我们要了解正是因为从33章到37章 已经在讲神子民的回归重建复兴和蒙福 而且36章37章已经预言了他们在人类历史上蒙福的最高体现 所以才引来了38章39章所讲的列国之间邪恶势力的反扑 列国仇恨并嫉妒以色列 他们一心想要推翻并征服以色列 但神借着这两章向我们宣告 那仇敌的势力必定要分崩瓦解 神要给恶势力带来根本性的彻底的打击 因为伟大以色列的神与他的子民同在 更为主要的是他要与他所拣选的受高者同在 我们今天的经文并不难 除了个别的地方需要解释 整个五个小段落 我们就按照经文预言当中的描述 来接受预言的内容就好 讲到这一章我们必须要提到的是 关于38章39章所讲的 仇敌来攻击以色列的事 究竟发生在哪一时段 我们的观点是 他应该在千禧年国度的时期满了以后 最好的参考就是启示录20章2到10节 那本来已经被神拘禁的撒旦 在千禧年满了以后就又被暂时释放 于是他就蛊惑引诱列邦 也就是以哥格和马格为首的来攻击以色列 神容许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要将最终将恶势力一网打尽 我们之所以会再提一下这一方面 是因为在历史上有不少的戒经家会认为 38章和39章所预言的事情是发生在主外邦的教会被提之前 有人则是认为它是发生在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大灾难期间 也有人认为它是发生在千禧年刚刚开始的时候 当然我们说更多的人是主张 它是发生在千禧年国度时期之后 至于究竟怎样 我们不必来争论 依据圣经就好 而最明确的圣经依据 那便是建议大家去看启示录第19章 然后再看启示录的第20章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节到六节 这小段讲的是 神容许以色列周边的列国联合起来 向神的子民发起攻击 本章的第一节讲到了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先知 第二节 神就命令先知 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 就是罗斯 米社 土巴的王 发预言攻击他 第二节又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词 面向 这又是先知 在使用象征性的身体姿态 向神所吩咐的固定的对象和方向 来发预言 这回被预言攻击的对象 乃是马各地的哥哥 马各地的哥哥 究竟在哪里 其原来的意思并不清楚 但解经家和历史学家都普遍认为 马各是在现在的黑海以北 而另外像罗斯 米社 土巴 这是位于肖亚西亚 马各地的哥哥 一般被解释为 哥哥 是马各的王 但也有人说 哥哥 是指波斯或希腊 今天很多人在解经的时候 都将马各解释为俄罗斯 那哥哥就成了末世的 俄罗斯的领导者 第三节也在说这一点 神要于 统领马各 罗斯 米社 土巴的王 哥哥为敌 第四节告诉我们 神所要做的 便是 必用钩子 钩住你的腮夹 调转你 将你和你的军兵 马匹 马兵 带出来 都披挂整齐 成了大队 有大小盾牌 各拿刀剑 第四节的经文显示 以色列北方的仇敌 向神的子民 所发起的攻击 乃是由神 激发并策动起来的 其实 第四节所讲的 乃是 神子民的仇敌 向神的百姓 发起的攻击 都是经过了 神的许可的意思 第五节所讲的 波斯人 古时人 和福人 波斯是现在的伊朗 古时是埃塞俄比亚 而福是现在的利比亚 他们也与 罗斯 米社 土巴的王哥哥 结盟联合 经文说 他们各拿盾牌 头上带亏 第六节又告诉我们 还有戈灭人 和他的军队 以及北方 急处的 陀加马族 和他的军队 有着许多的国民 都与马各地的 哥哥王同在 配合他 来攻击以色列 大家要是读 启示录 第20章 7节和8节 经文就很明确的 告诉我们 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从监牢里 被释放 出来要迷惑地上 四方的列国 就是哥哥和马各 叫他们聚集征战 他们的人数 多如海沙 第一小段 讲到了 神子民 仇敌的联合和聚集 接着第二小段 7节到9节 预言中就告诉了我们 神子民的仇敌 要来攻击以色列的 具体的目标 是什么 第7节讲 仇敌的军队 都已经预备好了 而马各地的哥哥 必做仇敌 大军的率领 第8节说 当要发出攻击的时候 到了 仇敌的将领 必要被拆派 神称这个时候 为幕后之年 那邪恶军队的带领者 哥哥 就必带领大军 来到脱离刀剑 从列国收回之地 其实他就是以色列 预言又说 到以色列 长久荒凉的山上 这荒凉 是曾经 在仇敌的压制之下 而有的荒凉 当这幕后的仇敌 又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 神的子民 已经从列国中 被招聚出来 并且在这土地 和山上 安然居住 所以事实上 当在幕后 仇敌向以色列的山 发攻击的时候 这时的山 已经不再荒凉 因此我们可以看见 能够夺取以色列的山地 就是仇敌 发动攻击的 主要目的 所以仇敌 想要占据的 那曾经荒凉的山 就像我们暗示了 犹打高原 尤其是耶路撒冷城 在当时世界上的 重要地位 第九节 预言告诉我们 那即将被仇敌的王 所带领的军队 其数目 是何等的众多 经文形容 你和你的军队 并统着你 许多国的民 必如暴风上来 如密云 遮盖地面 我们可以看 启示录 第二十章 九节的前一半 经文说 他们只仇敌 上来 变满了全地 围住圣徒的营 于蒙埃的城 这里所讲的 圣徒的营 和蒙埃的城 就都与 以西节书 三十八章 第八节所说的 脱离刀剑 从列国收回之地 以及以色列 长久荒凉的山 有关 启示录所说的 蒙埃的城 就是被建造在那 曾经是长久 荒凉的山上 而这时 神的选民 也就是神 从列邦 所召聚出来的 得回归 以色列圣地的百姓 已经在其上 安然居住 那接下来 是第三小段 十节到十三节 既然第二段 告诉了我们 仇敌要来攻击 以色列地 并想要再去占据 那曾经是 以色列 长久荒凉的山 那么仇敌的目的 和意图是什么呢 难道仅仅是 征服圣地 并要夺取 那建在山上的圣城吗 在这第三小段的经文中 神就透过先知 告诉了我们 仇敌究竟有怎样的 邪恶的企图 第十节 神预言 到那时 你心必起意念 图谋恶迹 这表示 仇敌犀利所想的 和心意中所谋划的 神都知道 那仇敌的意念和恶迹 究竟是什么呢 十一节到十三节 就说得很清楚 十一节 预言是以仇敌的口吻 说 我要上那 无城墙的乡村 我要到那 安静的民那里 他们都没有城墙 无门 无栓 安然居住 这节经文就显示 在千禧年 国度的阶段 神子民 所生活的地图 原本是一派 平安 祥和 所有的乡村 都没有城墙护卫 这说明 没有仇敌的劫掠 和抢夺 而且以色列民 极为安静 他们的家 村镇 城市 甚至都没有门 或者有门 也没有栓 因为完全不必防备 有什么人 会来偷盗 或是劫掠 这一光景就很像 诗篇144篇 12节到15节的话 但正如约翰福音第10章 第10节所讲的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撒旦 以及他所迷惑起来的外邦 最为忍受不了的 就是神的子民 活在极大的福分中 因此他们就要来 抢夺 神子民 所拥有的丰富 因此12节13节 经文就明确的告诉我们 仇敌来攻击以色列的 邪恶企图 在这里 预言 还是以仇敌的口吻说 我却要抢财为卤物 夺货为略物 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 现在有人居住之地 仇敌最乐意看见的 就是以色列地 以及神的圣山 能够一直荒凉下去 经文又说 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 从列国招聚 得了牲畜财货的民 我们要知道 本章所讲的仇敌 尤其是马各地的哥哥 以及哥哥王 所率领的罗斯 米社 土巴 这些地方的人 都来自于北方 或是北方的极处 他们最为恼恨的 便是神 叫以色列人 所生活的 脚下的土地 这个地方被叫做是 世界中间 中间一词 在圣经原文 乃是肚脐 这就表示 以色列地 是全地的中心 这既是地理意义上的 又是信仰意义上的 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 他们所居住的地土 同样是神所拣选和赐福的 仇敌为此大大的恼怒 并且生发着极大的愤怒 所以他们巴不得 神的地和神子民的 耶路撒冷圣城 变为荒凉 仇敌认为 他们只要攻击以色列民 抢夺他们的财物 圣地便可以再度变为荒凉 第十三节显示 有更多的民族 也想加入这罪恶的 抢夺神子民的大军 他们便是士巴人 底旦人 他师的客商 和其间的少壮狮子 那这里所提的士巴底旦 都是在亚拉伯 他师是在西班牙 少壮狮子是指 这些国家的君王 首领和政要们 他们都在向马各地的哥哥王 急切的询问和打探 说你要来抢财为卤物吗 你聚集军队 要夺货为掠物吗 要夺取金银 卤去牲畜财货吗 要抢夺许多财宝为卤物吗 这些问话都是赤裸裸的 显示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 也要加入到 那罪恶的同盟军当中去 这样他们就可以在 仇敌掠掠掠神子民的钱财货物 牲畜的时候 分到一杯羹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仇敌的大军是何等的强大 他们来自于各个国家和地区 就如第九节所说的 仇敌必如暴风上来 如命云遮盖地面 将要再对神的子民和神子民的地 施行抢夺杀戮 践踏和毁灭 我们看第四小段十四节到十六节 这一段的预言是在描述仇敌攻击以色列的时候 所会出现的可怕的场面 第十四节的经文 神是借着先知的口来责备哥哥 经文中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 你岂不知道吗 这显然是神在责备哥哥 神赐着他们 正当神的民以色列 在从神所得的蒙福之地 安然居住的时候 哥哥及一切的侵略者 向以色列家兴起刀兵 以色列并没有招谁惹谁 但他们要面对那可怕的 来自于外族的攻击 十五节神界先知预言了 仇敌军队的阵容 说你必从本地 从北方的极处 率领许多国的民来 都骑着马 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 十六节的话 于第九节可以互为参考 经文中预言了 哥哥的大军 在攻击以色列家事后的场面 先知预言道 哥哥啊 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 如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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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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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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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